最新的PS2023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 就是它嵌入了AI生成的功能 那有了这一个功能之后呢 之前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工作都会变得非常简单 例如这样一个竖版的照片 我想把它转化为横版 那由于它背景非常的复杂 通过传统的方式非常的麻烦 那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去使用裁件工具 把它给拓宽一些 拓宽之后它两侧就会生成背景的一个颜色 也就是白色 使用矩形选框工具 在它两侧白色的这一个地方啊 给它框选出来 框选完成之后呢 我们鼠标右击找到下方有一个生成式填充 然后点击这里的生成 那这样呢 它就可以自动根据我们当前的这一个图像 生成它两侧的图像 而且在生成之后效果非常的好 等待它去生成效果啊 那此时它就生成了 大家来看 还是不是每一个地方过渡都非常的自然呀 那当然如果你认为它的功能仅仅局限于此 可能真的就大错特错了啊 那右面这里呢 有这样一个正见照片 它穿的不是正装 我想给它更换一个正装的衣服 那我就可以使用这里的矩形选框工具 把它衣服的这一个部位呢 给它框选出来 框选完成 一样啊 鼠标右击 找到这里生成式填充 要注意 我可以在这里去输入关键词 对我生成的这一个图像去做限制 在输的时候只能输英文 不能输中文啊 我给它输入sealte sealte这一个单词 就是正装的意思啊 点击生成 这样呢 它就会认为我需要一个正装的图像 那自动去生成效果 那完成之后 大家来看是不是它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这一个正装你不需要 在属性面板这里 还会提供其他的正装样式 你可以去选择 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就可以了啊 我们还可以多次去使用这一个 AI生成的功能 对我们的一个图像 做多次的优化 例如这一个图像 我先去把它给转化为一个横板的大场景图片 那操作是一样的啊 使用矩形选框工具 把它两侧框选出来 给它生成一个背景 那生成完成之后呢 这里这一个人物 我觉得我不想要 那我就可以把它给框选出来 框选完成之后 鼠标右击 生成式填充 在这里去输入关键词啊 no people no people 就是不是人物 不要人的意思啊 点击生成 这样呢 它就会自动把我的这一个人物给去除掉 非常的有意思 你可以一次一次对你这个图像去做优化 那OK 此时它就处理完成了 大家来看 那上方这一个天空 我想让它变得蓝一些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框选出来 然后在这里去输入 Blue Sky 那意思就是 我需要一个蓝色的天空 点击生成 这样呢 它就会给我自动去生成一个蓝色天空的图像 那OK 这样它效果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你也可以去选择其他的 例如这一个也是可以的 那到最后 我突然间觉得 这里好像比较空旷 我还想再给它换一个人物上去 我就可以在这里再给它框选出来啊 鼠标右击 找到这里的生成式填充 输入 people 就是人 我需要一个人物 点击生长 那在这里去选择一个你需要的样式哈 大家来看 每一个效果都非常的真实 那OK 此时来看一下前后对比的效果 这是我在处理之前的 它之前是这样一个图像 那我在处理之后 就可以直接把它改为这样的一个图像 那它的功能是不是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啊 那如果你想系统学习PS啊 那就可以学习我的PS灵机储道精通的系统课 课 课程的内容呢非常全面啊 PS里面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命令全部讲解 那里面呢有很多的案例啊 人像的修图啊 摄影的调色啊都有讲解 那课程呢还有配套的软件和素材可以供你练习使用 在视频的左下方啊 就可以找到法庭老师这一个课程 学习课程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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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